這集我們會繼續介紹Determinant 我們來到第三個部份 就是有關Covector和Covector Matrix 我們馬上開始 上次我們介紹了Submatrix和Miner 分別會是DeleteRoleDeleteColumn得到Submatrix 然後我們用一個Submatrix的Determinant 就可以定義到Minor 這次我們會講Covector 什麼是Covector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們先有了Minor Mij是一個數字 Aij是一個matrix 然後我們的Cij就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Mij 不過有時會轉正負 有時會轉正負 怎麼轉呢 它就會是-1的I加J次 什麼意思呢 我們待會有一個比較圖像化的方法 在這裏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先代入試一下 這個matrix A 如何計算到Cij Covector M23 就會是1558 然後就算到-17 然後我們的Cij 就會是正17 或者-17 Depend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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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是-1的2加3次 2加3次 -1的2加3次 就是-1的5次 -1的5次 自然會是負數 所以我們就會反轉正負號 於是C23 就會是正17 如果我們看看什麼時候會正什麼時候會負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這樣畫到一個表出來 當I和J都是1的時候 就正 因為負1的2次 會是正 如果 隨便一邊加1 另一邊沒有加的 就會自動變成負 然後隨便一邊加1 另一邊沒有加的 就會變回正 於是你如此類推 所以畫完全部就會像這個 所謂的賽車旗 就會有一個正負的效果出來 所以這個covector就會是-1的賽車旗的排法 就會得到Cij 你說這個covector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為什麼要特意用賽車旗 去組裝下去呢 之後你會看到那個效果在哪裡 很多determinant的性質都跟它有關 這個就是那個定義來的 所以我們有幾樣東西 就是那個covector 有 sorry 有submatrix 然後 就有minor 然後就有covector 好了 再說說covector matrix 很簡單 就是把covector 沒有九個數字 我們就把它組裝下去 就變成一個matrix 這個就叫做covector matrix 遲些會有用的 所以現在先說給你聽 有一樣東西 covector matrix 好 summary 這個就是covector 負一的i加j次 mij 很簡單 找個covector matrix of the following matrix 這裡就會是一個2乘2的matrix 這裡就會是一個3乘3的matrix 你可以叫回 A的covector matrix 就叫做ca B的covector matrix 就叫做cb 就搞定了 有ㄹ 的話 其實兩正 我 真的叫做